阿瑰 神經病 這是車子 你跟燈? 有的人說蛤蜊 你還說蛤蜊 詞文革地詞文革 有外殖 還有外殖 那些有外殖 他們大同吃 草子 出吃了出來 那是草子 啊 他們好爛爛爛的 然後疲禹舛見 把它放在兩邊 這個會昏翻 會昏翻 又答我答我答我 還要站出來 鄉紗 鄉紗的 以前鄉紗的 captain they get here 大王來坐電,來今年的名字,再到湘南 湘南本身他是有五王來坐電 中村還是大王來坐電 裡面有五王立體魔術 好,謝謝 一輩子都是這樣兩次在一起 這個其實不是 但是我們怡允他其實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 所以抓到一隻後會把他放掉 其實有原因的 因為漁民他一直以為這種生物 他都是一對在一起 永遠不會分開 那抓到一隻為什麼會抓到一隻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他不可能一隻上岸 他絕對是一對 是漁民抓他的時候 因為這個漁網可能把他們拆開了 然後這個拆開一對夫妻 這個叫拆散因緣 是會倒霉的 所以漁民他們很害怕 抓到一隻就把他放回去 所以他們有一句話說 抓過後會衰到老 可是後來漁民他們會覺得 抓過後不一定是抓到公的 有可能抓到母的 然後有的抓到公的 有的抓到母的 然後他們覺得真的有倒霉 可是時間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又發展出另外一句話很好玩 他說抓到公的 好像倒霉的時間比較短 抓到母的倒霉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這一句話叫 抓後天水三天 抓後路水很久 好 這個都是有押韻的 我說好 你聽有嗎 好就是好 台語的叫做好 好這樣其實早期 好在我們沿海是非常多的 非常常見的一種生物 尤其在就是繁殖季節的時候 然後漁民都會去海邊做一件事 叫做當好 當好你們聽得懂嗎 當好好等候就是等這個候 為什麼到海邊去等候 因為數量很多 凡時季節他們都會上沙灘來纏暖 好那上來就剛好漁民可以抓到他 所以漁民會常常做這個動作 然後還有一句很好玩的這個地方的這個宴言 就是漁民他們有一句話說 六月後八重早 早你們聽得懂嗎 早期煮飯的就早 為什麼六月後的八重早 最後在繁殖季節 大概我們以國力來講 他是六月到九月這一段時間 可是漁民 沿海的漁民他不會講國力 他們講的都是農曆 而且是以節日來講 那各位知不知道 六月到九月以節日來講 是哪兩個節日的中間 就是端午到中秋 好端午到中秋 端午是五月嘛 是農曆的五月 可是到了六月的時候 這後已經進入繁殖的高峰季節 那這一個高峰期 就後座非常多的 後爬上岸來殘暖 然後移民也很容易抓到很多後 回來殺掉吃掉 好 那他們就形容這種情況 是人會好 八九糟 那不是後自己爬上岸來殘暖 那不是後自己爬上岸來殘暖